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三中全会为何受到海南外高度关注 三百多项改革举措将会对中国和世界带来哪些影响 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张义为我们解读分析 欢迎张义院长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好的张院长 我们这次三中全会提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那么从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来说 怎么去理解这个关键时期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方面就是 它是我们全面建成了小抗社会 消除了绝对贫困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的时候 所开的一个全面改革的大会 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理解的呢 就是当前的这个关键时期呢 就是处于国际环境的严峻复杂多变 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家要富强民族振兴 让您幸福 第三个理解的地方呢 就是国内在新的历史时期 必须面对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要更加解决好 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协调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 那么国家治理呢 又与社会发展的进度相协调 就在这三个协调的相适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所开的这个会 因此这个会是个非常关键的会 我们知道十多年前 18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 那这次三中全会呢 又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世界现代化 那么如何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它的着力方向 全面和深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8届三中全会改革的这个主要的总目标 就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跟治理的这个能力的现代化视频 这一次叫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从这个原来的重点突破 单兵推进改革的时期 进入到全面系统基层的这个改革时期 因此上呢 这个全面包括了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这五个方面 这次三中全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提法 就是说 它明确了一个时间表 就是到2029年要完成本次决定提出的这个改革任务 怎么去看待这个时间表的设定 在十九大上 就我们党呢 就设定了两步走的这个战略目标 那么第一步呢 就是在2035年 我们基本世界现代化 第二步呢 就是到本世纪中叶 把我们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为29年我们知道距离三五年呢 只有剩下六年时间 这时候我们就说 一定待在这个29年之前打下基础 解决我们在制度上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 然后是我们青庄前进解放思想大理开拓 突破这些限制呢 释放制度皇帝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再一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个建设呢 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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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把油 就是提升到我们说要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这个任务的高度去理解 老百姓常有句话 就是改革必须要牵住牛鼻子 那这次三中选会又提出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这个牵引 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改革措施有很多 我不知道您最关注的是哪项措施呢 我觉得有个亮点我们要记住 就是要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这个体系呢是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高水平呢 必须是既有活力又有秩序 同时呢 我们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改革的原则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两个毫不动摇 毫不动摇的要坚持国有企业的改革 扶持国有企业的发展 壮大国有企业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要毫不动摇的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因为民营经济在我们国家当前的解决 新增就业这个方面呢 它是主力军主战场 其实我们每年新增的这个就业人数呢 绝大多数都是在民营企业去解决的 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改善民生 你要提高民生生活的品质 你要强化人的收入水平 尤其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牵引的话 就必须把民营经济的发展的动力调动起来 那么这次全会的决定中多次提到分配这个词 而且要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收入分配的秩序 那么当前我们在收入分配制度上 有哪些读点或者是难点 我们的改革的方向又是哪里呢 一个问题就是伴随科技的进步 伴随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伴随人工智能家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建成呢 就是资本在这个 这个分配当中所占的比重 跟这个就是劳动者在分配当中所站在比重的这种这个问题的解决呢 是第一个大问题 就是因此分配当中啊 如何保障劳动者的这个收入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解决好东中西之间的差距 中部地区跟西部地区的发展 尤其是转移支付所支持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发展呢 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在那个地方啊 因地制宜的发展 心智深坎力 使得那个地方的发展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感觉就是社会保障体制的这个改革 因为社会保障的是在二层配里面非常重要的 要强化尤其是这个社会保障的 社会保障里面呢 我们说这个低保险的增长呢 要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呢 要同步提升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在养老保险跟医疗保险这个方面呢 要找到将来发力的重点所在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啊 那么流动人口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 那么这次全会提出的一些政策里面关机户籍的也非常多 包括推行由长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包括全面取消在约约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等等 怎么去理解这些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些改革举措呢 我们说常住人口的成长化率 在二三年年底达到66% 超过66.2% 对吧 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就是在户籍人口的成长化 与长住人口的成长化当中啊 仍然有15%到17%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 如果我们呢 继续以户籍人口来配置基本公共服务的话 那势必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它的这个常住地球无法解决 所以说本次这个三中全会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在这个方面形成了重大的突破 就不再说是户籍地你原来的户籍地 这个这个呃 配置你的基本公共服务 而是在常住地登记户口 在常住地呢解决你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伴随城镇化的推行 人在哪里就业 在哪里常住 在哪里享受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呢 它是一种权利 你不能说我在这个地方就业 我在这个地方交税 我在这个地方交社保 但是我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我的户籍地 这样做呢 它不是现代化所要求的 因此上呢 我感觉就是三中全会的这一条写出 可以说是极大限度的保障了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 基本权益 当然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啊 我自己感觉可能是要封城封城尸策 还是一个人口的话题啊 就是这次呃 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的 要完善这个人口发展战略啊 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呃关于这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大家可能有一些呃比较多的讨论哈 这个呃到底什么是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我们的改革会有哪些变化 呃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呢 呃在三育成本的降低这个方面 要大做文章 是就慌的呃 马上进入婚礼年龄段 或者再再慌礼年龄段 呃他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育的 这些决策来说 他的这个生育成本的降低 实际上哎 有利于稳定住这个生育率的维持 生育之后呢 你还有养育 养育的成本要根据 他的这个总收入的水平的 比如说你的人均可知配收入到底有多少 这个小孩的成长能不能分享到 与别人的小孩成长同样的这个起点的公平 过程的公平跟结果的公平 这些方面呢 也必须哎 把这个养育的成本呢 啊 適当的倾斜到低收入群体的这个身上去 通过保障的方式呢 降低他的养育成本 那第三个方面呢 我自己感觉 也就是在教育成本 教育成本方面 通过改革呢 使得教育资源 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丰陪呢 更加均等化 生育友好形社会的这个建立 实际上是个系统广场 不能从生育养育教育这个角度去理解 而要从收入丰陪 从社会保障 从教育机会 从就业的这个扶持政策 这些方面呢 整体推进 您说过啊 城市要增强它的吸引力 那么农村呢 也要加强农民的这种职业化 这次三中全会中 关于农村和农民的这个改革举措 也有很多 您最关注的这个亮点 或者是您的关注点是哪些方面呢 这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一个 十一阶三中全会的一个成果 解决了我们的吃饭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发展的这个阶段 到发展阶段以后呢 就是把那些这个碎片化的土地 经过自愿的流转 把土地小块化到大块化 从原来的人 依靠人力 依靠蓄力 蓄木的这个蓄力去耕种的土地 转化为依靠高智能的管理 和农业机械的操作 以及农业企业化的经营呢 这些方面的这个转型呢 我自己感觉到了这个转折点了 在这个转折点上呢 城镇化跟这个农村的人口的这个就业 养老问题的解决 要融合在一起 所以说这次提到的就是城乡融合发展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说职业农民的培养 是我们国家农业安全的一个重要点 因为你的土地连片经营以后 这时候粮食安全不安全 生产的粮食好吃不好吃 通过职业农民的种植 把粮食的品质 粮食的安全 要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标准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 所以这是在对农村的说法 那么城市里面 他必须要打开大门 友好发展 形成这个新型城镇化 让这个农民工啊 那就是在城市里面解决这个这个农村的问题 好的 再次感谢张业院长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